过了生育年龄却有秘乳现象 小心是秘乳激素肿瘤 有脑神经内科医师门诊发现 一位57岁女性有秘乳现象 刚开始因为羞于其次而搁置不就医 没想到逐渐出现头痛 伴随视力模糊才急忙就医 被诊断出脑下垂体有3公分的肿瘤 压迫到是神经 若不及时手术甚至有生命危险 据秘乳激素肿瘤它形成的原因 目前并不清楚 那主要当然还是发生在成人 那女性是比较多 那男性也有 那所以如果在男性的话 它也会造成这个乳房的肿大 但是异常秘乳的现象比较少 那主要是会造成一些性功能的障碍 那女性当然也是一样 它会有一些这个性功能障碍 所以造成它没办法怀孕 所以根据医学研究就是说 如果有异常秘乳加上这个不孕症 那尤其是有头痛 视力模糊 大概70%就是 所有的这个肿瘤 其实它形成都是多重原因的 那当然我想研究到最后 基因总是逃不了的一个根本的因素 但是外在的环境 比如说压力啊什么 这可能都是会让所有肿瘤细胞 容易形成的一个普遍常见的原因 秘乳激素肿瘤会造成异常秘乳及不孕现象 且容易造成视神经压迫及阻塞性脑水肿 虽然大多是良性不会移转到其他器官 但毕竟在脑内会影响全身许多重要分泌功能 所以提醒女性若非孕产期却有秘乳现象 千万不要休于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